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女都不就对吧 这失衡就不行了 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哪行啊 最近二胎开放了 还有机会呢 对 一定一定 对 二胎开放了嘛 有没有准备就是多升级的 从他还没剩下来 你先饶 好压力 那名字开始响了吗 名字 你要不大家给想想 你觉得反正因为其实这个说真的 跟那个这个戏 这孩子跟这戏是息息相关的都 小陈让你别闹 他说叫陈鹤 他们有提议挺好玩的 有时候叫陈唐 陈探 还有叫陈宝强 天哪 都是损友吧 这些名字都谁起的 说出来保证不打死你们 我说这取名大业 还是让这对准爸妈自己多想想吧 今天即将在年底上映陈思成果然也是忙翻了的节奏 怎么忙 怎么照顾我们鲜弱的鸭鸭呢 思成他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 生活里可能他照顾我 比我照顾他要多一些 我觉得 但是你说的特别对 因为最近的宣传还有后期的工作特别多 其实陈唐的时间没有那么冲突 我其实还是有愧疚的 那你感觉怎么补偿鸭鸭呢 我用一辈子补偿 慢慢补偿 从港肿 兼并侠到最近邓超的恶观天使 各路片方为了宣传都在营销方面玩出了各种花样 此前圣诞档期的恶观天使就拿直升机和游艇搞噱头 而这边晚一个星期上映的唐人街探案也是不辣人后 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个较劲的意思在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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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上了 因为我们如果是就我们准备我们自己 他们做他们的事 如果我只是关心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我们根本来不及 因为你知道协调一个飞机是很久的 但你其实你要说游艇这件事 我们最早在泰国就已经游船了嘛 对吧后来我们有火车 然后现在我们有飞机 好像超他们第一次也是飞机 但他们是个直升飞机 对反正对 对我是一个实虽房 来了 因